你忘记了你昨天卖过我那个独牟丽手桌了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卖你手桌了 年轻人我没有记错 你看昨天 这手机上 医的本账记录还在这呢 你谁呀 我不认识你 老隐呢 你找我大孙子干什么呀 我大孙子说不认识你 哈哈哈哈 他就是你大孙子呀 对呀 这年轻人哪 记忆力就是差呀 你忘记了你昨天卖过我那个独牟丽手桌了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卖你手桌了 年轻人我没有记错 你看昨天 这手机上医的本账记录还在这呢 林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我 我就说嘛 贼喊捉贼 这下真相打败了吧 老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啊 我购买这个 自母的手桌了 你看成的就不错 我就想问一问 还没有其他的 或者说 在其他什么地方可以歪得到 事后可以告知啊 老隐呢 今天我们家有点事 你要是不急的话 咱们改天天聊 好好好 我今天就告辞了 我贵呀 奶奶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奶奶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 闭嘴 你我不故意 我这么信任你们 你们这么欺骗我 哎呀妈 你别生气了 不许他们俩有什么苦衷呢 林总 你快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 我们这一时鬼没心窍 才做出这种事 你别生气 我们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 我们知道错了 妈你别生气 对对对 你看这手朵 是咱们小哥送的 他既然送的你 他一定是有什么难过 才会这样的 妈 到现在了 你还在包围他们吗 很显然 这段总理的手朵 根本就不是连送送的 否则 他们为什么会尿包 我看呢 送手朵的 又有其人 你给我别担 在这个家 没有你说话的笨 你给我别担 我看到你养着两个人的 一个屁一个蠢 奶奶 我老公是冤枉的 你可不能再冤枉他了 林昌 那祖母的手朵的钱 给我拿出来 当时林首不美乐 那个手朵卖了一个亿 钱应该还没用完吧 一分钱都不能少 否则给我给我出去家 奶奶 那钱都让我们花完了 奶奶 那钱都让我们花完了 我给我自己买了一辆车 我给我岳父买了一辆车 还剩9千万 但是 但是 什么但是 奶奶 那些钱 让我们投进股票了 但是 拿不回来了 你 你们 你们真是憎恋呀 哎呀 我们林家咋出现了 这么两个腻子 奶奶 林昌和美乐 诬陷栽赃我和我老公 今天这个事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算算了 安息 你竟然落井下石 臭表官 他会逗不逗你 干什么 林昌 在哪里面前 你们也敢动手 老高 你就站在我身后 我说了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奶奶 奶奶 今天这个事 我和老龙都是受害者 大哥和大嫂 是否应该和我们道歉 给你们道歉 想的没 妈 反正 这事也真像大白的 要不 就算了吧 妈 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算了 小琴啊 美乐和林昌 毕竟是你大鬼和你大嫂 让他们给你们道歉 这像傻瓜呀 那刚刚 我们被冤枉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怎么就不能道歉 哎 他必定是你亲哥哥嘛 妈 奶奶 今天无论如何 林昌 必须向我老公道歉 我老公才是无辜者 你们不能让我老公含了心呢 好了 都别说了 林昌 你们两个跟小姐道歉 都别说了 林昌 你们两个跟小姐道歉 林昌 对不起 现在行了吧 老公 你还满意吗 今天到现在 事实这么算了 好 既然我老公说不追究了 那就不追究了 奶奶 哥哥和嫂子他们偷了手桌 还胡乱污蔽人 剩下的钱 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回来 这样的汉人之宠 不能简单放过 安琪 你别太太过分 闭嘴 大呼小叫的 你们干啥吗 我对你们两个总的 寄以后望 你们真要我失望 那九千万 谢你们三天 否则的话 滚出离家 奶奶 听见没有 是奶奶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们走吧 这下可吃 你满意了吗 哥 我并不是针对你 但是这一切 都是你们旧游自取 呸小区 不用太得意 今天我所述的委屈 我百倍捧活 这事没法 走 走吧 老公 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你的 你这小哥漂亮的 我保护你 差不多 我没担心 我只是不想给大哥他们为敌 老公 他们三分四四的想要陷害你 我们没有报复 已经人之一尽了 但如果有下次 我们不会让人欺负的 老公 我会保护好你的 老公 我会保护好你的 好吧 既然你先保护我 那我就勉强给你去记 对吧 好 老公 这个该死也有气 该死得臭我 你明天让我们多了面 我必须让他付级代表 包公 别生气了 找他们算账的事 我们以后再做 现在 我是要想想办法 出出一个意 不然奶奶生气 把你赶出林家 那你继承林家的机会 可就要拱手 让给那个病腰子小亲了 没事老婆 我银行打电话 这个钱可以提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给奶奶 老婆你忘了吗 来老婆宴会吗 那就开始 我们要好好表现 用这个钱总不得点好东西 谁要拢住一个大楼 让我们林家的买卖更上一层 谁要拢住一个大楼 让我们林家的买卖更上一层 那奶奶还会追求这些钱吗 对呀 说不定我们借这个机会 还能把这个小亲踢出去 老公 你可真聪明 老公 你去看好戏吧 你看我怎么样奶奶 硬色的 谢谢 妈你回来了 别看我妈 我没有你这个臭宝洁远点的媳妇 妈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这是我老公的乙妇 你也不能踩我老公的乙妇 妈 你这么干什么呢 外边都是你 我擦了他鞋 身为宝洁 不就大豆也整呢